买买紫砂壶 这个水瓶壶有点年纪,但是年纪不搭 这个,这个还行 这最低多少? 200 紫砂我也是不是特别懂 不是特别 这些壶就没啥玩 这都年纪 这个年纪也不大 这个还行 下一个 这个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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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这 这地方 你怎么买这边 对 我没看来 下吧 下吧 你多了 100 150 150 150 好 150 150 蛮香 这不错 这应该是个有年纪的 应该是个有年纪的 这几大壶 这个应该也有点 但是这个磕了 有点意思 盖好像还是个后配的 这个 那我不知道 嗯 我现在买的 这个磕像收过来 嗯 不过这也没做 这没啥 这没做 这原来装茶叶 装茶叶 嗯 就买把壶 他还有啥能买 你看看 你这主要是啥的 杂像 我知道 杂像里边的主要是啥的 哎 啥子有 红杂 这炉子我能 这炉子老吗 你还粉红四天呢 那那那不 那不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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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我操 这楼捡的真的是舒服啊 这 买了把壶 这两天其实杂像捡了好多楼 然后 还买一个黄花梨的一个 箱子 那 但是没露 确实 没法露 穿那个 就是看这个 这也算捡一楼 还也都看了150买的 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紫砂壶 年份是什么嘞 青中期 乾隆左右 别问我为什么 因为紫砂呢我玩的并不多 但是呢 确实是这东西 鼠水简陋 很开心很开心啊 真的 嗯 这种小壶的路份很高 竹筋壶 我把镜头转过来 把镜头爆竹 我把我镜 知道的一些制度分享给大家 OK 我把镜头转过来了 你看 哎 我们这让人不太玩火 我也是最近才开始玩 但是这个绝对是简陋了 啊 这种壶一般出大师 啊 如果是一个 有个款 是什么 这个款我主要不知道是谁啊 我回头到这研究一下 一般如果盖子边都有个款 这种壶一般呢 这种青中期的壶 是一般出头了啊 你看150买的 简直都不敢想象 他当时说那个价格 我都是懵了 我说卧槽 我说我是不是看足眼了 东西不对吧 我说最近学这些 这些糊的知识 难道我看错了 还专门发给朋友 我说 你帮我看看 他说这开门大佬啊 很开心的就买了 跟大家讲一下一些 基本的一些东西 第一啊 就是最关键的点 就是糊的这个型 你要看它很精神 再一个就是它的起线 要一定要硬了 你看这个糊的板 起线非常硬了 你一个字就唰一下就上去了 包括你看它的这个糊嘴 起线非常的硬朗 这也就是一些 至少是一个做糊的老手做出来的糊 才能这样子啊 你像土地糊做的都很软 尤其现在的一些糊 做的会非常软 但是你看过去老糊做的很精神 再一个是什么呢 就我们看这个内塘 光线不太好 一般内塘里面紫砂糊会有这种 悬砂的这种痕迹 它会很明显很利冷 这些都是老糊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你看它这个眼 看不见了 它这个眼 这里边是单孔 你看反过来看 单孔 一般单孔的糊 大多都在清奶 就都入清了 民国也有 但是民国开始就那种 淘几个孔了 如果是一个球形的 一般在七十年代以后 为啥七十年代以后 因为那个时候跟日本人学的 日本那样做 咱们过去都是这种单孔糊 你看 都是这种单孔糊 当然现在做的假糊也有单孔 我们一定要仔细变成它 它这个糊的这个里边的这种力道 都是需要大家去仔细变的 这个 因为我也是刚开始学这个 老糊 紫茶糊 知道的东西并不多 只能看这种傻傻开门的 就是 这种东西 傻傻开门的 这个款我是真不知道写的是什么 因为 不像磁蟹啊 咱看的多 这个紫砂确实玩的 再一个就是这个包浆 大家记住 如果你去买紫砂糊的时候 一定是真名啊 假货那种 尤其那鞋油糊 现在很多人刷了旧鞋油那种糊 把人都喝死了 那东西不能用的 这种老的包浆 不要去洗它 你用干部擦一擦就行了 紫砂这种 尤其茶的这种包浆 是很难上的 不要去洗它 一洗它价值大大折扣 大大折扣 好吧 因为我自己对这也是一日万年啊 我只能买开门大佬的户 那种特别 这高端的 我也玩不了 但是这个户呢 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应该是一个 清中期很好的一个师傅做 起码是个师傅 也算减一大楼 一百五买了 我的天哪 别说一百五了 你看 三千块钱就买的来不 市场上 好吧 东西就这么一件东西啊 这慢慢现在开始 给慢慢别的东西了 我是天员 希望我的视频呢 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